我们这节课讲解的主要内容是 图像的滤波器 还有图像分割以及图像分割完的一个数据的计算 首先我们拿到这样一个图像 一般来说这样的图像都会有一些噪声 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图像滤波器来做一个简单的滤波 在工具有滤波器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点击会出来 针对这个二维和三维的有很多种的不同的滤波器 大家可以选择在这里有很多 也还有一些就是锐化 腐蚀 打开 关闭 这样也有一些边缘提取的算法 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这样一个滤波器 对图像在分割前做一个前期的处理 这样利于我们更好的做分割 然后我们把这个滤波器的功能添加到这里 然后 点击一个预览 这个大家可以 右边是我们滤波完的一个结果 左边是滤波前的一个结果 然后 我们也可以调整滤波器这个参数的大小 来滤波的程度 现在这个滤波器内核是5的时候 明显要比3的时候 滤波的效果要大一些更明显一些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数据体来选择合适的数值 然后我们将它应用 然后这样处理 形成了一个新的数据体 我们关闭 把这个新的数据体打开 针对这个新的数据体 我们去做一波 去做分割 我们现在在分割之前 我们最好要调一下这个图像的对比度 然后 灰度让它看起来更锋利一些 更好分割一些 这个绿子还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做一个图像的分割 点击这个图像分割 在这里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分割方式 我们用灰度预值的方式来进行分割 选取你想要分割区域的灰度区间 我们看其实这个地方是明显 这些明显很黑 这个地方有点亮 我选择了最黑的区域 先第一步 我们把它分割出来 这个然后点击创建 以灰度预值范围来创建 这个如果觉得手写的不是 拖动的过程中不是特别完美的话 我们可以再通过手输入预值的方式来输入 你想要的然后回测 然后这样一个最黑区域的RI就创建好了 这个蓝色的区域 这个区域是可以改变颜色的 我们选吉他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地方显示这个可以取消掉 它不显示 然后这个小加号我们用它缩小 因为它会显示你这个RIE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在量化信息这个地方也会有显示 一般都是体积和一个体积所占百分数 以及灰度值这样一个星期 然后现在我们要讲解 这个灰色的量比较高的区域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灰度值的划分来做 不是很好做的情况下 我们用手动的工具来划 我们用这个 我们新建一个RIE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变成红色 然后这时候我们想把这个 灰度比较高的地方 添加成红色 我们这时候新建一个RIE 然后选择三维这个手动的工具 把它添加上 这个红色就加上了 这时候大家看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 有点选多了 然后我选择擦除 然后我把这个 通过滚弯来改变这个圆圈的大小 我把多余的这部分给擦掉 然后它就可以擦掉 然后我把这个部分也给选上 这样也给选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 红色的 红色的区域就是亮度比较高的区域 我们也选上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RI的量化信息 当前你选的这个区域 点击的是点亮的是哪个区域 哪个区域就会显示这个区域的一个体积大小 以及它所占一个百分数 然后你这时候就是一个RIE的 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高量 可以让它隐藏 如果隐藏掉RIE就不会显示 然后高量它就会显示 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呢 在这里有分析工具 会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一个数据体 做一个数据的分析 我们来计算一下 点击它 就可以在这里 interested 选择RIE 点击Analysis 然后这里就会得出 我们这个数据体的一个 基本的信息 然后这里会出来 就是这一计算的 所计算的这一个RIE的 一些体积信息 密度信息 以及一些角度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对 你所选择的这个 计算的数据体的体积 做一个排序 也可以做一个筛选 我把1000以下的筛掉 然后大家在这时候 再道具排列一下 它最小的就是1000以上的了 那么这个 所有的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导出 来导出为一个表格的形式 导出为一个表格 然后也可以 把所有的数据 都导出为一个表格 然后针对我们筛完的 这一个数据体 也可以做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RI 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新的RI 这就是我们一个数据体的 分割 以及滤波企和最后的一个体积的 就是参数的计算 我们这个时候 它会再形成一个新的数据体 这个数据体就是我们最后晒小栏 体积在1000以上的数据体 我们把它隐藏掉 大家看剩下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时候把它 这些小栏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栏的 这个就是体积在1000以下的 但是这个偏绿色一点的 是体积在1000以上的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这些